调查显示约六成的受访雇主对公司前景感到乐观 而三分之一的雇主预计会在接下来的六到十二个月恢复招聘活动 记者红宝林报道 关病疫情期间医疗设备需求强劲 为了扩展业务 这家开发医疗设备的起步公司 过去半年共请了五名负责业务发展的职员 公司目前有十五名全职员工 在接下来十二个月内 我们还有打算就是继续的聘请企业发展的一些员工 来帮我们扩展我们的业绩进入英国跟美国市场 我们不只是在看那些全职的 我们也在看兼职以及实习生 那中途专业者工作的经验很丰富 所以我们也会慎重的考虑 这个网络求职平台今年五月 向近七百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就发现 接下来半年销售客户服务和业务发展职位的需求最高 在这个过渡时期 雇主们必须要提升业务 还有获取顾客们的信任 第二组就是正在增长中的行业 如大数据 数码行业 人工智能 或者是网络安全方面的岗位 招聘专家建议 要成功聘请到员工 雇主应该提供有关就业保障 事业发展和培训计划的细节 因为这些都是吸引求职者的条件 而公司也更有机会找到对的员工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